大家好,我是DeX,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看看如何在Excel裡面做一些Drop-down list Drop-down list其實在Excel層面裡面是一些Data Validation資料核證的部分 什麼為資料核證,使我們輸入的東西都在一些可以接受的範圍裡面才會接受那個Input 如果它很明顯牽離了它可以接受的範圍的一些數據,它就會reject它 這個就是Excel裡面做一個Data Validation的概念 就像這些一樣,我想選擇男定女,我按下來就會看到有男定女 按下來就會有一系列的東西給我去選擇 這個就是我們這次想做到的Drop-down list的部分 Drop-down list只不過是Excel裡面很多種不同形式的Data Validation的其中一項 之後有機會也想跟大家介紹一下其他種類的Data Validation 事必宜遲,馬上開始,如果你是新朋友,歡迎你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按下鈴鐺的鈴鐺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要用這個Drop-down list有兩個不同的做法 一個做法就是需要設立的,另一個做法是不用設立的 先給大家看看一個完全不需要任何設立的做法 如果我本身已經在Data,我的Drop-down list就是想純粹跟上面的例子做的 例如 Student Name 這裡,在這個Git的格子那裡,Right-click 它有一個按鍵叫做Pick from drop-down list 已經出了介紹,拉下一點點 在這個Right-click,有一個按鍵叫做Pick from drop-down list 這裡就會有一個選項在這裡 但是這個選項只會出現一些現有在上面的選項 好處就是完全不用做任何的設立的 只會跟回上面有的例子給你選擇 那旁邊這個也是一樣的 特別是去留意,如果這一種的Drop-down list 只能夠支援文字的內容 如果是一些數字,它就不支援的 可以在上面全部都是一些數字 那這些它就不會支援的 它會變成一個Git的格子 這個就特別去留意有這一種的特點 看完第一個辦法之後,就看第二個辦法 第二個辦法呢,就真的要設定Data Validation的Rule 在我們的Data上面 那我們現在一起看看怎樣做 例如想在Gender的這裡 設定只有男和女給我選擇的 那怎樣做呢? 去Data這裡,去找Data Validation 就是這裡了,按下去 就會有一個選項叫做List 如我剛才所說,其實Data Validation有很多其他的選項 List只是其他種而已 那我現在按List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叫In Cell drop-down 那即是說呢,會做了一個Drop-down menu 在這邊讓它選擇的 那這個Source這裡呢 只有男和女的 進入你所需要的選項 每一個你可以讓它選擇的選項 用一個Comma,你要隔開它就可以了 例如我現在只有女仔和男仔 就打F,m這樣OK了 那你會看到呢 有的選項就只會是男和女的了 那你會看到呢 上面這裡第一格 就會是變成了男和女 讓你選擇的,這個也不適合了 那所以其實這個呢,你可以將 第一格的那個Data Validation 去選擇AnyValue 那它就不會再在第一格那裏 變成這個Data Validation的生效了 那為什麼我現在選擇這個Column D 整個垃圾的選擇呢 因為我選完之後,下面所有 還有其他新的一些Column D 我無論去到最後呢 其實它都會適合這個規矩 這個Value 應該是你會想要的東西的 如果你是整個表都很規矩 那這是第一種的可能性 第二種的可能性呢 就是好像 現在這裡 有一些不同的科目 那樣 那時間關係呢 我已經打起了一個List 在這裡 這一堆都是我可以在這條 選擇的Favorite Subject 其中一行啦 就是我就透過另外一個表的這個List 成為了這裡的Data Validation的選項啦 那這個都很簡單的 我只要又是好像剛才那樣 選低這裡 就做這個Data Validation啦 那依然是選回List 在一個Source那裡 選回Ear Little Subject 裡面的這一堆的科目 那你可以選一些空格 下面 那因為呢 這裡有一個叫ignore blank 它不會有些空格在下面出現的 那為什麼我會建議大家 都會選多一點點在下面呢 因為如果日後你多一個選項的時間 譬如說我現在這裡做一個ABC 你馬上回到這個Data Validation的List那裡 都會是出現了新的選項的了 你不需要重新設定這個Data Validation 可以大家考慮一下下面留一些空格的位置 就方便 日後又加一些新增的項目的時間 你就不用重新設定那個方法 都是跟剛才一樣 我將第一格的Data Validation 拿回去 後續所有其他的格子 都會自動有這個Data Validation的設定在 Data Validation 主要想你 只是接收一些範圍裡面的資訊 其實有些擺明不關自己的input 譬如說我做一個新的例子 譬如說 這次我嘗試人手入一個叫ICT的選項 那你會發覺就是Invela了 因為我現在這個ICT的入法 跟本身的列項裡面 可以容許的入法不配合 所以你看到 現在這個都會做到一個Data Validation 本身有究竟哪些的Data 才是你想要的Data 那不是你想要的那樣的Data 都跟你拒絕了它 Retry 都沒有用的了 那這個就是Data Validation 不知道大家覺得以上介紹 能不能幫到你呢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訂閱和傳給你的朋友 如果大家已經訂閱了 可以記得按按鈴鐺 那以後有些什麼新影片 第一時間就會通知你 我們很快就再見